一国技章在风光的时候经历过炸轩门 诱惑门 破墨门 使得高奢品还都不敢与他合作 就连和David争夺Dio都被David抢去了 但是最近他的慈母人设时 在他商业价值大长 母婴产品 护肤品 高端珠宝的代言一个个的都来寻求合作 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英才儿先说程丽莎的睡衣老气 然后又让谢儿模仿程丽莎打完肉毒针后 笑不出来的僵硬骨样 然后整个人哈哈大笑 不仅如此 英才儿还说 这次抄假 就连脸也是假的 程丽莎随后指着眼角说道 什么全脸都是假的 就是打了这个地方好吧 三渡江家里很有钱 霍思燕何渡经结婚 其实男方家里是不同意的 后来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才接受她的 《四人喜宫略》里的主演基本都面试过如意传的角色 秦兰面试的是阿若 如意的陪嫁是女 耳晴苏清面试令妃 明宇江子新面试的是淑妃 另外吴锦燕也许是果净 每日一猜五曾经开出鬼之仙河的男女艺人 都正在慢慢复出 流氓热播剧的男二思笑温柔 她的取向使她在金主堆里非常受欢迎 她被各种金主包养过 有回魂弄出各司生子 七聪哥 少女梦会女人共享 请明日预告警 不知道 会有啥爆料 反正关注我就对面 池正通知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